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大家在MCO期间 是不是一定要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 才能够带动这个买器 像刚才PK有提到说在GoShop 你其实也有一些产品 在电视购物平台上面在卖的 那如果是说你现在不做网络直播 你只是跑GoShop 跑电视购物的话 似乎好像也不影响你的交流 不能 在目前来讲我想说 电视购物或者是线上的这些买卖 在目前的情况来讲 还不能够完全取代这个传统管道 没错 这个管道的影响力是很大 比如说我做的第二场直播 那一次到现在的看回来 就是有看人就点击的人 有四万多人 所以加加起来这些机场 算了起来都是超过十万人来看过 如果是在平时的那种宣传方面 是不容易达到这个效果的 对不对 所以不管怎样讲我想说 这个传统的这个管道还是必须 跟直播一起来配合 就是线上线下 你不能够纯粹靠线上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以前我们在MCO的时候 是因为线下店完全不能开 所以我们必须要练就自己在直播上面 去卖货 上电台卖货 因为大家都在手机里面 所以在那一百天里面 其实很多线下店我都知道他们很辛苦 他们以前在线下店基本上是右手吃饭 右手做门店而已 就很轻松 对不对 那在行管理期间 右手没办法用 他们就用左手来吃饭 也就是在做线上的东西 那现在已经开放了 所以左右手一起吃饭 这样子吃得比较快 吃得比较多 所以应该是线上跟线下是一起